今年教會的主題是分別為聖 見證基督 信徒在地位上已經是聖徒了 但生活上還沒有成為聖節 當我們的行為和我們的恩召相稱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見證基督 吸引眾人歸向神 今年我會用菲律比書講一系列這方面的信息 今天第一講是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用的是菲律比書第一章1到11節 我分四段來講 第一是從該共徒的領袖 第二是神給信徒的應許 第三是愛理相系同得恩 最後是為榮耀神而長盡 同甘共苦的領袖我們主1節到2節 基督耶穌的徒人包羅 和基睦爸 也自信給他們求的願意 在基督耶穌的誇生中 和諸位監督諸位為死 愿恩惠平安 从神过我们的父 并令主耶稣基督 为民人 这里保罗他没有强调自己是使徒 可见菲利比人 对保罗使徒的职份 毫无疑惑 使徒称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仆人原文是 奴仆或者奴隶 奴仆是完全属于主人 服从主人 可见保罗对基督是全然的伟生效忠 也从基督耶稣那里领受了特别的职份 在一个特别的意义上 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提摩泰是保罗福音的儿子 保罗在书信中跟他一同聚名 表示对提摩泰的尊重 也希望菲利比教会给他应有的尊重 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 保罗正准备打发提摩泰 去看望菲利比教会 菲利比教会和保罗的关系十分密切 我们就花一点点时间来谈谈保罗和菲利比教会的渊源 保罗在第二次旅行护道的时候 本来是在小亚西亚 也就是现今的土耳其一带 但是圣明禁止他们在那里讲到 他往南往东往北都被禁止 所以就往西下到特罗亚 在特罗亚的时候 在夜间就有一项陷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这就是宣教史上有名的马其顿的呼声 于是护道团就从那里越过爱琴海 就到了菲利比 这个马其顿省有菲利比教会 有铁山隆藝家教会 还有一个碧里亚 这以南就是雅盖雅省 雅典和林多就属于雅盖雅省 在菲利比 保罗和菲利比教会渊源 刚刚提到马其顿的呼声 我们可以参考十足行传十六章六到十二节 那菲利比在马其顿的地位是怎样呢 它是小雅西雅和罗马帝国通商的要充 是贸易中心 后来就日渐的衰退 我零六年随着使徒行踪团去的时候 只剩一片废墟 虽然感叹沧海桑田 但也很感恩 因着当年马其顿的呼声 让使徒的孤道团把福音传到了欧洲 我们从伊斯坦布开始 参观在土耳其境内的 启示录七教会 都只剩下断圆残壁 而且基督教的踪影荡然无存 因为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初 恶图曼帝国就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 实行伊斯坦化 土耳其是信奉伊斯坦教的国家 我们离开土耳其 坐船渡过爱琴海 一直到了菲律里 才看到了教会 以及有关保罗言行的书籍 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 当初保罗到菲律里的时候 是怎样的情况呢 从《使徒行传》十六章 我们知道当地人 当地没有犹太人的会堂 因为起码要有十个犹太男丁 才能成立一个会堂 保罗他在开息日 他只能到河边一处祷告的地方开始护道 最初信主的是卖紫色弊谱的吕迪雅 后来可能有禁足一家 还有一些囚犯 在这段期间 保罗和同工被攻击 被棍打 被下监狱 因为神的同在和拯救出了监狱 后来就到了铁撒罗尼加城 菲律比教会可以说是 保罗在受苦中所建立的教会 属灵的情况胜过其他教会 保罗离开菲律比到铁撒罗尼加以后 他们仍然一次两次打发人 供给保罗的需要 保罗也信任他们 安心地接受他们的馈赠 第三次旅行步道的时候 他曾两次造访菲律比 后来他们知道保罗在罗马被软禁 便筹集现款派同工以巴佛提送去 而且负责照顾保罗在监狱中的生活 以巴佛提因此病倒 痊愈后 保罗定义拆他回去 并且写了这封菲律比书让他带回去 有关这卷书的内容 今年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学习 保罗在菲律比书中的问安很独特 和其他书信不一样 第一节说 这封信是写给在凡住菲律比 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 监督诸位 从保罗在离世以前写给提多的书信 我们知道天都在各城都有 他们叫长老 年同执事和使徒 是出其新约教会的三个职位 因为使徒不能常常探访各城 他们就在各城设立天都 他们的职责是教训劝化 互道博导争辩的人 因为当时新约教会刚刚成立 有不少假教师 他们就挑战基督教教义 所以这些京都要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在按照《使徒行传》六章二到三节的记载 执事是辅助使徒们 但是在各地的教会中 他们就辅助京都 管理教会日常事务 好让他们能够像使徒一样 专心地祈祷传道 保罗将众圣徒放在前面 我们很有理由相信 当时的教会领导 他们看自己也是教会肢体中的一个 就像彼得心中的好牧者 是怎样呢 我们一起读一下彼得前十五章二到三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彼得前十五章二到三节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彼得前十五章二到三节的 让门神喜悦的教会可以作为我们的牌模 第二节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什么是恩惠 因着神的慈悲怜悯定下救赎计划 定义让我们与他和好 神也引领我们来认识他 这是父神的恩惠 主耶稣道成肉身 舍己牺牲 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 相信主 接受主的 就得到救恩 这是主耶稣的恩惠 恩惠是从父神和主耶稣白白赐下的 我们要感恩 什么是平安 平安是与神和好 有救恩的确具 平安也是与人和睦 内心享有平安 这都是神的恩惠 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才有机会学习饶恕包容和接纳 恩惠是平安的源头和基础 要得到平安 必须先得到恩惠 神最大的恩惠 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从神来的恩惠和平安 我们一起读三道六节 不过每个人都得到愿意 就感谢我的神 愿我们为你们做人欺求的时候 常识广慢欺求的欺求 愿美从头一边就要不尽 你们是同心合意的新王福音 我宣誓他在与世红统下山河 必成全之后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这几节是告诉我们神给信徒的应许 菲律比教会想必留给保罗 整体的印象是非常好 这美好的整体性回忆 让保罗经常的为他们感谢上帝 保罗说我的神显示出他和神非常亲密的关系 我们教会有没有留给哪位宣教士 或者牧者美好的回忆呢 作为牧长或是小牧人 我们有没有想念我们的羊群 为他们感谢神呢 保罗经常为他们向神祈求 向神感恩 欢欢喜喜直接翻译就是带着喜乐 保罗为众人的祈求是带着喜乐 喜乐是这卷书的特色 书卷一开始就提到了喜乐 喜乐是不受外界环境或事物所左右 但这里保罗为他们带着喜乐祈求 显然是有原因的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都是同心合一的 心旺福音 原来从菲利比教会设立开始 直到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 期间相隔至少有十年之久 但他们和保罗一直是同心合一 心旺福音 同心合一心旺福音英文本 NASB是说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gospel 另外一本NASB是说 Your partnership in the gospel 是说 在兴旺福音工作的方面 他们参与 而且是合伙 是伙伴 菲利比人全心全意 积极参与保罗的事工 在宣扬福音和建立教会的整个工作上 也成为保罗的合伙人 从十五行传里 我们知道 吕迪亚信了主以后 不但立刻接待保罗和他的同工 他的家也成了信徒聚会的地方 就是在保罗离开以后 不断在物质上和经济上来资助保罗 在十到十二年间 无论是受捆锁或者是遭逼货 他们和保罗同心为他祈求 和他一同为福音受苦千人 一直持守真道 这也是保罗的喜乐 同心合意 并不表示一定在同一个时间 做同一件事 而是指在同一个目标上的合作和配搭 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三节 记载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的征战 这几节经文 对同心合意 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有很好的诠释 摩西要约书亚带兵出去 和亚玛利人打仗 然后他手里就拿着神的杖 站在山顶上 约书亚就照着摩西的指示去做 然后摩西亚伦和护尔都上了山顶 摩西什么时候举手 以色列人就得胜 什么时候垂手 亚玛利人就得胜 但摩西的手发沉 于是亚伦和护尔就掰块石头来 让摩西坐在上面 亚伦和护尔扶着他的手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那边 摩西的手就稳住 直到日落的时候 以色列人终于战胜了亚玛利人 不论是以前的美中短宣 还是现在的本地宣教 我们有在前方作战的 也有在后方用祷告和金钱的支持 这就是同心合一心旺福音 就是我们现在早上的主日学 也有儿童戏剧班的支持配套 为了神国的扩展 同心合一携手并进 这应该是神喜悦的事 同心合一 所以另一个翻译也可以是交响或者和谐 要成就一篇完美的乐章 必须所有的演奏者配合指挥的条度 演奏好自己的那部分 才可能和谐的交响在一起 基督徒家庭想要有美好的见证 就必须夫妻两人 各自承担神给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在以神为我家之主的前提下 彼此合作配搭 同心合一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昨天是教会的清洁日 同工们尤其打扫分工合作 同心合一把教会打理的患难一心 好迎接荣历新年的到来 因为这是我们的家庭 第六节 我深信那当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善功就是good work 指的是神的救恩 相信这是指的 当菲利比人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的时候 神就在他们生命里头动得恩典之功 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记载 当保罗在菲利比城的一个河边讲道 吕蒂亚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 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这里没有特别强调吕蒂亚所表现的信心 以福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 你们得救是本不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花 所以动了善功 是说神自己开始了在信徒心中的恩典之功 从我们信主的那天开始 神的道就一直在我们里面运行 让我们愿意又能够遵行他的旨意 相信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 不但有小波小辣也有大风暴 但是靠着主我们可以平稳持续坚韧 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必成全之功 是说神既然在基督徒心中动了恩典之功 他就必成全绝不放弃 不但保证我们得永生 也保证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神的同在 不论顺境逆境都有神的恩典 为了成全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 主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魅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离去 所以我们要好好抓住神 宝贵的应许 去年我讲铁撒罗宁家前书的时候 提过很多次耶稣基督的日子 耶稣基督的日子 就是耶稣基督从天上荣耀降临的时候 也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也是我们的救恩完成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预备好迎见他 在主耶稣再来以前 我们要坚忍 圣徒之所以能够坚忍 乃在于神对圣徒恒久不变的应许 救恩的开始持续还有完成 都是神的工作 但我们也有当尽的责任 由于福利比人 在福音事工上的坚忍 饱和真心 神必会在他们身上 建立神已经开始的恩典之后 信徒身上有美好的见证 就是神恩典的明证 所以我们不必担心 如何才能见证基督 只要我们信靠顺服 神必会成就他在我身上的应许 下面我们讲第三段 爱与相信同和恩 我们一起读七到八节 保罗说 我既然关心你们是应当的 因为保罗很爱他们 捆索是表示在监狱以后 辨明证实福音 应该是指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以后 多次在审讯的官长面前 所做的一些自我的生变 因为辨明跟证实都是法律书 使徒行传有好几处经文都记载 保罗把在法庭上受审的场合 化为见证基督的好机会 他所关心的不是为自己辩护 而是宣扬福音 而菲律比人他跟使徒一同为福音劳苦 为基督受苦 所以他们也一起和保罗同享神的恩典 把我们和牧长众圣徒同心合一心旺福音 我们就一同得恩 保罗常将他们放在心里 不只是想念为他们感恩代表 他也深知他们属灵的光景和需要 保罗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他说过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在他里面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爱 相信使徒不仅仅是切切地想念他们 也是再一次地想兼顾他们 当我们的属灵生命长大以后 就可以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 爱主所爱求主所求 在凡事上讨主的喜悦 保罗说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 他呼求神见证他对菲律比人深切的爱和想念 可见保罗非常看重这件事情 神是见察人心的主 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 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下面我们看第四段 为荣耀神而长进 我们一起读九到十一节 我所做到的 就是让我们的爱情 在这时的各样见识上 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分别是谁 做得很实在的作用 直到基督的日子 明靠着耶稣基督 缺满了人意的作词 叫荣耀成在归于神 谢谢 由于保罗对菲律比人的爱心 使他经常为他们祈求 保罗祷告的内容是 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 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是说爱心充盈又满意 同时爱心必须在知识 和见识的范围内操念 这里的知识指的是 对神的真知识 真知道神 这里的见识指的是 见察示别 是指对道德 或者是伦理上的洞察力 还有判断力 他这里的爱心 讲的很可能是 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 就像在帖前三章十二节讲的 又愿主在里面 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 并爱众人的心 都能增长充足 保罗的祷告是叹望 他们的爱心 是满有属灵的知识 和道德的判断力 而且多而又多 属灵的知识 就包括敬畏神 明白神的知识 各样见识 是指到你在任何情况下 都有敏锐的道德 倫理的判断力 洞察力 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没有爱心的知识 使人自高自大 没有真知识 和见识的爱心 可能会流于盲目冲动 给教会带来混乱 在菲利比书里提到 信主的自私纷争 还有受到异端的搅扰等等 所以保罗特别为他们祈求 有充分属灵知识 和见识的爱心 而且多而又多 这样的爱可以防止纷争 也免得他们被异端迷惑 那么什么样的爱心 是没有知识和见识的呢 我想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很久以前 曾经有一位姐妹向我抱怨过 她请一位跟她很相熟的姐妹 为她祷告某件有关私人隐私的事情 可是不久以后 发现很多人都知道了那件事 她很神奇 原来那位受托的姐妹很有爱心 也很热心 认为多一些人带导 神比较会垂听 于是她就请一些人 为那位姐妹带导 我想她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可能缺少了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至于有知识和见识的爱心 我想我们都经历过 我讲一讲我自己的经历 记得我刚受洗的时候 就被童工邀请 作为教会属灵刊物的编辑 而且那是创坛 当时教会安用长老指示 找我的童工 当然知道我圣经部署 明命很浅 他只是要鼓励我侍奉 因为当时我一边在家带孩子 一边发表散言 为了弥补我属灵知识的不足 他们又安排了另一位属灵前辈 跟我一起童工 文章大多是见证性质的 那位属灵前辈就教我 如何分辨文章里 有哪些是高举人 有哪些是归荣耀给神的 当然在童工的时候 我有不少的困惑和挣扎 因为当时我颇以我的文笔自豪 带着文人的字符清高 最主要是我的属灵生命薄弱 不是很清楚属灵刊物和散文创作的不同点 感谢主安排了两位很有属灵生命和各样见识的同工 他们既有爱心又有耐心 包容我的无知 不断地努力我 也补满我的雇足 就这样编了两年多 我个人不仅仅在属灵的知识有一些长进 还知道如何与人同工 更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 就是要为神所用 我真心的感谢主 受洗归族后 就因为同工们充满知识和各样见识的爱心 帮助我 扶持我 让我可以平平稳稳地走天路 如果我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那么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 就可以是完全从神而来的爱 是圣节的爱 不自私也不会纷争 也不会越过弟兄和姐妹之间该有的境界 这样有真知识和见识的爱心 可以帮助我们成长 也引导我们过圣节的生活 第十节说 使你们能分别是非 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 做诚实无过的人 直到基督的日子 分别是非 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 当我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长进 就会使我们有属灵的眼光 知道什么是更美好的事 而喜爱它 追求那上好的福分 大卫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无在你以外 分别为圣 是通往上好福分的路标 在这条路上 我们要注重 与神的关系 与肢体的关系 还有与世界的关系 我们生活在处处都是陷阱的世界上 我们要如何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呢 诚实无过是在诚实当中有智慧 知道如何使自己不从恩典中坠落 也不使别人落入罪恶的试探里 这是基督徒应该具备的品德 将来我们要向主交掌 最近我读了一篇佛有启发性的短文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位士兵 他非常不善于长跑 所以在一次部队的越野赛讨中 很快他就远落人后 就一个人孤零零的跑着 转过了几道关 到了一个岔路口 一条路标明是给军官跑的 另一条路是标明给士兵跑的小径 他停顿了一下 虽然对坐军官 连越野赛跑都有便宜可占 感到不能 但是他仍然朝着给士兵跑的小径跑去 没想到过了半小时以后到达终点 却是名列第一 他感到不可思议 但是主持赛跑的军官过来恭喜他 取得比赛的胜利 过了几个钟头以后 大批人马都到了 他们跑得筋疲力尽 看他赢得了胜利 觉得很奇怪 不久突然大家都醒悟过来 原来 在岔路口诚实守信 是多么的重要 原来 他们都选择给军官跑的路 以为那是一条又快又好的结局 愿圣灵常常提醒我们 也保守我们的心怀疑内 不但在安全平顺的时候 可以做个诚实无过的人 就是当我们到了人生的三叉路口 处在艰难困顿 或是面临极大诱惑的时候 我们仍然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 做个诚实无过的人 不至于从恩典中坠落 那么 到主耶稣基督在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坦然的交召 最后一解释 并靠着耶稣基督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叫荣耀归于神 仁义是righteousness 它本身就是果子 是神的属性 仁义的果子 指的就是一个符合上帝体力的生命里 那些属灵和道德的持素 是指生活上那些免善的品质和行为 仁义的果子 基本上和构成圣灵的果子 那些免得是相同的 相信有些人民都会背的 是忍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极致 真言书十一章三十节说 一人所结的果子 就是生命水 有智慧的病人 我们知道一棵树结满了果子 是表示那棵树 它有很深的树根 深藏在泥土底下 能够经常吸收足够的养料和水分 所以可以结果累累 基督徒如何才能结满人意的果子呢 当然 我们必须借着圣灵的帮助 与主耶稣联合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是五道书 你们是知识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做结果子 因为你要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了他的生命 为了适当地相信他 接受他的不知魅亡 反而有生 基督徒有了主的生命以后 要借着与基督的联合和香蕉 天天与主同事 在生命里 结出仁义的果子来 用生命影响生命 叫众人认识主耶稣 然后将荣耀归于父神 下面我们做的结论 菲利比教会 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 他们跟保罗的关系一直很亲密 使徒称赞菲利比教会 是个领袖与众圣族同甘共同的教会 因为他们同心合意 心旺福音 保罗为他们感谢祈求的时候 总是带着喜乐 他深信在幸福心里 动了善功的神 必定成全道德 保罗与信徒在爱与相细同得恩典 他也为他们祷告 为荣耀神和长进 这也是对我们的劝美 愿我们同心合意 心旺福音 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 别人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彼此相爱 就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 然后归荣耀给神 我们一起祷告